阿若湯船要賣一天要切幾個月灰燈 用灰燈機器就要用酒精消毒 獨自前菜會會痛 也很不方便 現出時就用手機器隨時切灰燈的方法 再會來了解 一批依依那像大爪的設備 大體的手掘 用手機器感應 就能知道灰燈管液的 屬於這套設備的方式 說它自四十歲 比較多湯船杯 到達已經六十歲 比平傳統的灰燈多起 屬於用這套設備 牛灰燈 如果沒聽 又很方便 人在外面也可以隨時知道灰燈 它非常方便 它就是有一個sensor 然後你就是手機app 一靠 它就它就有了 那之前你用測柴雪的 柴雪就是很基本的動作 就是你還要拿消毒棉片 消毒手指 然後等它乾了 然後再測 這樣整個程序完成 我看最少要三五分鐘 屬於這套設備 每個幾分煎到牛一次灰燈 可以知道白環整天最小的灰燈變化 除了白環可以檢測精準控制灰燈 它屬於可以占對紀錄 做出最適合白環的精緻 皮下的組織的這樣一個葡萄糖的濃度 來間接反應我們血糖裡面的濃度 它特別是在使用胰島素治療了這部分的患者 那特別要去注意到這個血糖的波動 那當然要避免低血糖也要避免 因為有時候食物吃太多避免高血糖 因為高低血糖這種當中的變異度太大的話 事實上都會影響到我們的一些慢性 變發症的發生 不過這套設備平一般牛 灰燈的激氣是有比較貴 根據核生性的經驗 這套設備開於兩千多塊 每兩禮拜就要換一次 一個月大概要開四千多 它過去灰燈氣炸要開銷 一個月大概是兩千多塊而已 記者公民的水泰泰泰泰泰